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网上这一搜啊 陈丹青在各种场合的言论 恨不得成千上万个视频 也就最近一个乌镇戏剧节 我去了 去了反正免不了 就是要讲两句 你去了乌镇戏剧节 去了去了 蛮有意思的 怎么样 听说挺好的是不是 我看了那个八个钟头的话剧 《如梦之梦》 让新的剧场建起来了 蛮好啊 但是我就乱讲嘛 乱讲被招骂 反正现在 讲话有快感吗 乱讲有快感 我倒没想到快感 因为他要问嘛 问就慢慢就上套了 就开始乱讲 因为其实你在讲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经验怎么样 就当我在学校讲演 或者对着一个摄像机在接受采访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因为我得一句一句想的下去下去 但到底我讲的些什么 我事后都忘记了 然后我又 我又不上网 又不会去看 嗯 嗯 真是 我不太是 我通常是 会想到要讲什么 然后试图结构的把它讲出来 因为我写作跟我 我讲话 都是同样的一个模式 都是有一个先讲 先有一个结构 我完全做不到 完全做不到 我要从第一句话开始讲起 我写稿子也是这样的 就慢慢写下去 我才知道我要讲什么 你是信口开河的讲吗 差不多是信口开河 但我觉得你这一代人脑子里能没那根弦吗 有当然是有了 但是过一会就忘记了 是这样 我在清华开会的时候 每次想这次不要讲了这个 没意思的 这两分钟以后就忘记了 就 那只要一开口完全忘记了 我的天 这是一种 什么 傻的 我管这个叫 吐警生情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 反正 那一进入这个状态 就就就来了 但是你看 我你介意不介意 有人批评你 老有人批评 对 有个网友 他的意思是说 陈丹青很会说话 你看他说 说这个 这我都不知道你的过去历史 有网友说 说这个画家陈丹青 是混得最好的政治投机分子 他早年画给敬爱的毛主席写信实 被称作江苏列宾 他的成名作就是泪水洒满丰收田 由于政治上又红又专 英语零分照样考上了中央美院 他懂得左右逢源 你今天不也强调不要考英语吗 对 这孩子可能是70后80后 他不太了解文革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 对 我是文革最后一代画家 什么都画过毛 我就是学画毛主席像 开始开始学画 对我刚才还问他 我说你那个时候全国画毛主席 有没有一个画的最好的画家 有有有 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刘春华 就是毛主席去安元 然后还有很多我的老师辈的 那太多了 太多 当时你这个思路都是现在的 当时没有人会去比谁画毛主席画的最好 就大家都画毛主席 我在14岁到15岁画过100多张毛主席像 然后在20多岁以后 我还画过画国锋主席 对 什么计划生育 什么当时的政治题材我都画过 我都画过 你那样就可以不用下地了 然后我们还高兴的能够拿到任务 包括打倒邓小平 什么这个 不是谁想画就能有这个任务 对啊 你得所谓当时就要有特长 还有就是你已经出版过东西 我20岁出版连环画 这家伙可以用 然后就用 这大部分知青画家非常高兴能够画这种政治主题 我记得我有个童年的记忆 就是给我爸去送饭 我爸爬在那个一个梯子上 我爸画两层楼那么高的毛主席像 因为画很长时间 所以中午我就给他送那个饭盒 我就有这个记忆 那个时候真是每个场都画着巨幅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跟今天我们一般理解的 所谓政治投机那个概念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你画毛主席那不叫政治 那叫常态 就相当于欧洲以前中午的时候 所有画家都画圣经 都画神 但你说他们是不是这些人叫做宗教投机 或者怎么样 不是 因为那时候你除了画这个之外 就没有东西会画 没有东西可画 你最容易想到画什么就是画这个 一画画就是画这个 这是你的世界 但是你看我们这艺术的外行人 觉得就说 你比如你画的时候是带着感情吗 是有感情吗 或者说是有感情 有感情 重要的不是我在画哪张脸 而是我在画油画 我就我画的 我画的鼻子 画的比方扣子 画的后面红旗 你在用颜料啊 你只要用颜料用笔 你一定有工具快感的 我十几岁嘛 当时只有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文革画家 几乎没有人问说 道德上我该不该画这张画 政治上我对不对 嗯 就是我就是个能够到这里来画画 就已经高兴坏了 嗯 颜料都是免费的 哈哈哈 然后从从从农村掉掉掉出来 那比较有心理压力的 其实是所谓就当时的老人 从民国过来的 嗯 一个是他很痛苦 已经不要他画这些了 他没有这个政治权利了 嗯 第二个呢 若干人解放了 说又可以让你去画了 不画毛 但是你可以画工农兵 我感个感激涕脸 但是仍然不排除有些 真的是有政治操守的嗯 他就不画嗯 他就经历过不是都要画毛主席 很少的人也就就不画 但问题不画 当时是一个没有个人空间的社会 啊 所以你不画你等于灭亡 就是如果你只会画画的话 但是你看啊 有些画家谈起来 好像又很留恋 那个时候 你看我就记得啊 那个时候 虽然我没有这个天分啊 但是我记得我哥哥他们啊 嗯 整天骑着自行车背着个画家子嗯 我觉得那是真喜欢画画 很淳朴的就说画画 嗯 可是你看也有人就说 那你今天的这个画家 好像没有这种心态 今天的画家都在跟买画的人 在吃饭 或者在经营自己的名声 种种原因 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呃 那天说的就是 这是一个传媒时代 嗯 我们那会是一个 差不多是前前现代社会 是个手工业社会 嗯 你你你你你当然会怀念 手工业社会做每件事情都很开心的 嗯 做饭 种地 然后画画儿做木匠 嗯 因为没有其他东西 嗯 用心 用用智慧 然后快乐 嗯 哪怕是画画画画 政治题材的话 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哪几件事情 是要你靠手做这个社会 才能运转下去 都是现成产品 嗯 图像得来太容易了 你要有个标语有个图像 放放放放放个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 GPT啊 就这个电脑 对 就招自己来 那会愣靠手画啊 嗯 所以这当然高兴啊 对 所以我为什么反对素描考试这种 就今天是已经是一个传媒时代 一个电子时代 你怎么还用手工业时代的一个一个 一个标准来让你年轻人 你看你是内行人 但是真是颠覆我这个外行人 素描都不用了吗 你觉得以后的这个美术 学美术 就不用会用手画画了 这是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全世界差不多都已经这样了 而且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在中国开始了 中国因为是有高考 所以这个素描还在 它是个产业链 因为你得通过考试 所以这是一个畸形的情况 就全中国还有几万个孩子 每年要通过这个素描考试 哪一天这样的制度改变了 你看着像麻雀一样全部飞光 你这个时候你再找个人画素描 没有人要画了 为什么 画了为什么 只有少量人 他实在是天生是个画家 太敏感了 一画就好 这样的人会有 但是他会边缘 就是你自己玩 整个社会不需要他了 要素描干什么 你告诉我 要素描干什么 所以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将来这个画家 他的这个才能不在手上了 在脑子里 将来有没有画家都是个问题 为什么还要有画家 为什么你画画是为什么 这是最终的问题 你画给谁看 这个社会哪个环节需要画家 你告诉我 现在你的画卖的很贵啊 钱啊 就现在就剩下钱的意义 所以我也很少很少卖画 你这些年拍卖行你去看 昨天我还收到一个邮件 又是我的一个伪措 就是送到送到台湾一个拍卖行 林某我一个人体 现在只剩下钱 当然国家现在也还在搞历史化创作什么这些 这是一种奢侈 就是我们还要叫画家来画历史化 三皇五帝一录下来 这也可以 但是 我们一部分的这个这个文化运作 还会延续19世纪的一个 一个形态 但是21世纪真的不需要绘画 你需要图像影像 这可以的 往陌生的方向前进 看见世界 看见人群 I see you 你的眼界可以转动世界 长荣航空 为您提供全球名酒珍品 华智酒行 尽受珍酒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也是分享 是温暖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只是因为这么一个高考 才让这个中国还有这么多画家 和这么多教画的老师 你看他就说明了 他就是以素描这个功力被人家称颂的 所以就说明一个人最终 毕竟会 必定会走向他的反面 你现在站到了你的对立面上去了 我没有这样想问题 我没有这样想问题 因为我真的提前在一个所谓现代国家待过 我就只能接受 就是画画这件事情没有用了 这社会不需要你的画 当然美国有的是画家 但是那是一个文化很富裕的国家 你有那么多人要画画你就画呗 那中国又是另外一个畸形现象 还有考试还有那么多学院 还有那么多画院 还养着那么多画家 而画院画画画的功能 说白了实际上是官员送礼 这是公开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中国五千年传统 一千多年的文人画传统 书画风雅大家送来送去 ok fine 但是一个正常运转的一个 一个牵涉到一个一个一个 实用性的功能性的一个一个艺术 我从来反对所谓纯艺术 欣赏这个说法 就是它的功能在哪里 你告诉我这么多山水画 这么多素描 它的功能在哪里 谁需要这些画 这些画跟真的咱们叫人民是什么关系 少数人跟家家户户是什么关系 那能不能说少数人需要这些画 是少数人但太庞大了 这个人口比例是不正常的 咱们怎么现在谈这个话 我觉得绘画还是会一定会存在 因为仍然画画而且画的好的画家 在今天世界上肯定很多还有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入门的 那么基本的我们鉴别一个人 能不能做艺术家的一个标志 对 它还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一种技能呢 这就很难讲 因为你说当代艺术里面 其实绘画所占的比例 不是那么大了已经正在下降 那么今天你用的更多 比如说混合的素材 多媒体的创作 这里面甚至他艺术家用手做东西 都已经很少很少 很多时候是一个studio 有人去 他有个概念 有个草图或者怎么样 然后请人去完成它 这种情况更多 所以今天更多的是个观念上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国际上的艺术学院 他注重的更多的是一个观念上的东西 他就像个老板 他出主意 有人替他做 但是 也不是 艺术的定义正在改变 所以素描考试和艺术不能画等号 艺术一定会有 其中包括绘画 但是考试它只是考试 它完全变成一个产业链 变成一个死规定的一个 一个牺牲品可以说 你必须考试 求得跟艺术无关的很多事情的平衡 公平啊 什么多数人要入学啊 种种这些 有很多讲法 所以废不了 我相信最主要的是 因为我们这代人还在把持教育 50后60后把持全国的教育 嗯 在50后60后手里 他们是这样学出来的 他们只懂这些 但其中也有若干人已经意识到 我们这个时代变了 这是个传媒时代 据我知道比方 中国美食学院 还有几乎各个大学院 现在都传传播系啊 然后摄影啊 影像啊 多媒体啊 很多教育 慢慢都在起来 嗯 但是绘画是个伟大不掉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专业所谓 所以这就很很很 认为绘画会被消灭的 都我倒不愿意这样说绘画不会消失 对 不会消失也用不着去消灭绘画 或者消灭任何任何种类 这就是听起自然 不要再强行要所有想学艺术人都要考素描 其实我 我就这个意思 这是你的观点 这个你看 我不知道你就是刘晓冬啊 他最近呢 就是我看在三连生活周端上的采访 讲一段话 我觉得也挺实诚 嗯 他就是他就是还他还在坚持这个手绘啊 画 但是呢 他现在画呢 他增加了其他的一些行为 嗯 比如说媒体的这个跟踪啊 或者很多的文本 而且你看他就觉得他说 我觉得我不能仅仅做一个画家 嗯 他说这个单纯靠画 没有那么多的人能够理解和欣赏的意思 但他的意思就是说 呃我觉得我一个画家 为什么不可以像很多有名的人一样 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 他说我不掩饰我在这方面的这个一定的企图心 嗯 但我一方面 我我再好好画画 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就是成名 嗯 等于说嗯 你对这种观念怎么看 他也对啊 就是他现在每次出行就变成一个事件嘛 嗯 他最后归结为一张画 但围绕这张画有团队有叙述有影像 嗯 然后当然还包括这个策展什么种种这些 嗯 嗯 但是我要看他 他他他他这样做 呃最后的实际效应是什么 就是是不是真的在社会上 因为我 我很警惕任何艺术家说 当我想为更多的人 或者全社会做什么时候 我总是保持怀疑 嗯 社会和人民是个太大的概念 嗯 至少我从来不相信 社会需要我我我我这张画 嗯 或者我这张画居然能够影响部分 嗯 至少几万人以上 我从来从来不这样想 嗯 这必须回到手工业时代 回到至少集权时代 回到就是所有传播 只有一点点空间的时代 嗯 那那你可以做到 哎 只有一个美术馆 一份杂志 一个电视台 啊 然后大家只看这些 那你真的可以做到 文革几届美的美展 我都我都看过 就就那样一个时空 我还记忆有心 可以做到 你真的对人民有影响 你不能想象文革时候的全国美展 挤破头啊 像感激一样的 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没有任何别的别的娱乐活动 对 那是电影厂厂都是满的 因为只有那几个电影 阿尔巴尼亚朝鲜 就那么几个电影 到最后连毛主席本人都觉得 样板戏数量太少了 太少了 不够看 可是今天不是这样 今天太多选择了 你我从来不好意思认为 我的东西居然可以影响公众 这不扯淡的事情 所以我都不办展览 我也不不不那什么 但是你对公众也很有影响啊 那是因为媒体 那是你们叫我来 很简单 是我们下套是吧 因为媒体 所以今天的文化是媒体 不是不是什么画画之类的 所以你小冬如果真的想影响 影响社会 像他说的那样 他他他他应该去做媒体 不是画画 而他的画画能够有影响 因为他画的太好了 而且他的方式也的的确是 我我看不到有其他同行 能够做到像他那样 但毕竟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成就 他他他不会变成一个普遍的经验 这不是一个可模仿 而且不管怎么样 仍然只是很少一部分人在注意 你到大街上去问问看 这个世界当观点与观点交通时 谁能找一步 识破不同思路的脉络走向 对战焦点 评判立场深度 理清思路 展开极变 追击热点 探测时局温度 你来我往间 建构一个立场 态度 论点的无障碍空间 解析重点 较量辩证力度 实施变诺费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 复科炎症一反复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复科炎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慧圆酒精黄 年份软浆 鼓井共酒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文道你怎么看 这个成名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什么意思 什么叫成名 因为现在很多人 这就是说 现在很多这个画家 人家都讲的叫什么呢 说得一口好话 说得一口好话 你明白吗 就是今天似乎他更多的在经营媒体 或者经营自己的名声 这是所谓的影响力 但是有个很简单的 在商业社会有个很简单的关系 你很有名了 你这个画自然就价钱就上去了 对 谁涨成高啊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这恐怕不只是中国的情况 是一个世界的情况 对 因为所以你看到欧美那么多的美术学院 他们最近20年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 以前比如说你们念美术的时候念艺术的时候 当然也要读艺术史 但是读艺术史也好 读艺术理论也好 他占的比例没那么重 那种课程 但现在你随便你上网看看世界各地那些大的美术学校 艺术学校像芝加哥那个艺术学院那么有名的学校 你去看 他课程里面 他理论课的比例是非常高 甚至教你艺术评论写作 就他们假设每一个画家 每一个艺术家 他毕业之后 他甚至能够做个一评人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今天对很多人来讲 一个艺术家到底做了什么创作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创作说成是什么 他怎么说它 然后人家注意的也不一定是他的作品 而是人家怎么去描述他的作品 这个点更重要 因为这个东西才是在媒体上分高下决胜负 决定他有多受欢迎的一个东西 所以今天艺术家很多在搞这个东西 那当然从传统上讲说 那这个艺术家都不在做艺术了 都在搞营销或什么 但事实上也是 你比如说很多大型的艺术展 比如说我去香港现在每年也有个大的艺术展 就是巴塞尔那个艺术展 那是个商业活动 现在也在香港办 你去看 就满大阶都是那种艺术经济 艺术人 策展人 艺术家 那个圈是个浮华世界 就比如说你不是刚才去了 威尼斯双年展 像这种浮华世界是 那就是在做生意 它就是要做营销 你不做怎么行呢 所以现在艺术和生意不分家了 这个是从Andy Warhol开始 就是从他开始整个传统艺术和商业的关系开始改变 然后一代一代就做到现在已经很自觉了 它是一个大工业了已经 包括时尚 包括设计 包括艺术 它是整个打包的 在一个 它必须要靠说嘛 比如说你讲的Andy Warhol 因为Andy Warhol 当时那么跟李奇斯塔那些人 那么轰动的地方在那里 就在于在他们前一代的 就比他们大半辈的那些人 就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那帮人 那些人的话拿出来 你还能看 就说这个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依照着那个话讲 但是Andy Warhol 比如说他画个香蕉 他画个 他画个 玛丽玛弄个 弄个罐头盒子出来 那个东西你就要讲了 接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文明喜事度 他必须要把它说成是个什么事 他是需要说的意思 对